我們之前介紹到電竿製程 那之前講說電竿製程最重要的三種工廠 特別是離子化跟分解還有什麼 designation and realization 激發瘋子 其中離子化會產生離子 而產生出來的離子呢 其中有目的就是拿來做離子固執使用 就拿來做離子固執使用 那半導體它的導電率可以藉由蒼雜物來控制 半導體的導電 它的導電率可以藉由蒼雜物來調變 而半導體的蒼雜呢主要有兩種 一種就是我們在加熱制止的時候 已經介紹過我們就是用擴散 熱擴散的方式 另外一種呢就是這個商品要介紹我們離子固執 也就是說將你想要蒼雜的元素呢 先把它變成離子 然後再經過電子的加速 直接把它入射至基材材料上面 或者直接入射到半導體裡面 就形成離子固執 那離子固執是這種添加製程 因為你是將 將額外的元素變成離子之後呢 注入至半導體裡面 所以是個添加製程 它是使用我們呢 高能量的帶電離子固執的形式 將參達物的原子強行參入到半導體裡面 較像塔針一樣 直接將元素 要參達元素呢變成帶電離子 在經由高電廠的情況下 讓它具有高速動能 然後可以直接打到半導體材料裡面去 那 傳統的半導體參達 就如同我們在加熱製程介紹 使用熱的貨栽 就是能乘起一層 零系玻璃或者是銅系玻璃 看你要參達盒還是零 參達盒就是POCOCO3 然後加量器變成什麼呢 含 含那個 含鈴的 錫玻璃 或者是銅系玻璃 就是二氧化裡面含紅 或者含鈴 然後呢經過加熱之後呢 擴散進去 但是加熱製程的缺點是什麼呢 它是等向性擴散 所以又往向擴散 又往側向擴散 它是等向性擴散 等向性擴散 這個在加熱製程介紹過 然後呢 使用剛剛那種方法 早期在做酷子配的時候呢 是先形成sildrain 先把sildrain的區域 擴散形成之後呢 再定義雜擊的位置 早期是先做sildrain 再做雜擊 那這個做法呢 有一個很大的區別是什麼 sildrain 已經直接做好了 sildrain的位置固定了 接著雜擊的材料 就是延長兵之後 接到十顆雜擊 十顆雜擊的時候 他就需要一次位移步驟 而在位移步驟當中 如果位移步驟有了誤差 對歪了 那一對手會怎麼辦呢 比如說他往右偏移 在對準過程中 他往右偏移會變怎樣了 往右偏移就變成說 欸 gat下面 應該要完全包含sildrain 因為讓他這裡有一個區段 沒有被cover到 那即使你在電競體操作 其實這裡形成immersion的p圈 可是中間還是有一段 是斷腰 沒有形成p圈 他就沒有辦法擋放 所以早期這種 先做sildrain 再做gat的做法的話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在會有對準誤差 這個對準誤差 可能會讓原件 根本沒辦法操作 那如果要能夠確保 gat能夠完全卡到sildrain 那就變怎樣了 你的gat的長度 就要比sildrain 還要來得長很多 可是sildrain的長度 只要比sildrain gat的長度 只要比sildrain的 中間的通道還要換的話 那就會缺點什麼呢 gat到sildrain overlap就會變大 overlap變大呢 電子就會有交路 這時候你的CGS 跟CGD就會變大 CGS、CGD變大 之後有沒有 overlap變大的話 高頻響音就好 半導力連接的高頻響音 就會變得很差 所以為了解決這件事情呢 後來使用一個新的方法 這個新的方法呢 要解決 第一個 他解決兩個問題 第一個 對準問題 他想要解決對準問題 第二個 就算沒有對準問題好了 我就加熱方式擴散 然後他受診都會往內部 擴散進來 即使我是有在擴散的地方 跟我的gat的光照完全對準 可是只要一摻打完 加入他 有一個車想擴散起來 你會造成overlap變多 那就會造成高頻響應不好 為了解決高頻響應不好這個問題呢 於是開發出一個新的事情 叫做自我對準技術 這個叫做自我對準技術 什麼叫做自我對的技術呢 之前是先做受罪再做gat 那就會有所謂的gat跟受罪 叫離子對準的問題 那現在改變了 反過來 我先做gat gat做好之後呢 再用名字不值 那這時候就有好處 被gat擋住的地方 就不會被 摻打到 就不會被摻打到 沒有被gat擋住 就不會摻打到 那這樣的話 受罪的行程 需不需要光照 這時候呢 受罪的地方的行程 就不需要光照 他等於是gat的圖案 本身就是可以定義 你受罪在哪裡 這叫做自我對準 不需要額外的光照 去對準哪裡是soul 哪裡是罪 不用完全由gat定義 gat在哪裡 沒有被gat遮住的地方 自然離子不值就會摻打到 所以這個好處是什麼呢 第一個 他不會 他第一個 他就沒有對準問題 gat在哪裡 就像gat歪了 受罪也只會在gat的兩側而已 受罪也只會在gat的兩側而已 這有這樣的好處 所以 他就解決了雜情的對準問題 這叫做自我對準 自我對準的步驟 稱對了self alignment 自我對準 self alignment self alignment 也是限制止就到現在這個地步 那第二個 要解決擴散的問題 那怎麼辦呢 就是 我在加熱製程介紹過 加熱製程有哪些不作用到加熱製程 傳統的擴散 傳統的氧化 還有什麼呢 熱隊 那熱隊我前面講過 傳統熱隊我用實用爐管的話 深溫慢 降溫更慢 可是現在要發明什麼 快速熱隊可 可以迅速的 升溫迅速的降低 所以使用快速熱隊我呢 就可以讓他的 熱氣存降低 可以讓他的側向過散變少 因為加熱的時間就大幅縮短 所以 在追求原件的微小化的過程中 自我對準必無可念 因為如果你不用自我對準的話 你要 Gate 跟受罪 額外有不同的光照 為了確保overlap 你的指數會比較大 使用自我對準的話 Gate 只要專注於 把Gate縮小就可以了 因為受罪的位置就是 你只用離子不值的時候 自我指定之外 那離子不值的優點是什麼呢 跟傳統擴散相比 離子不值可以獨立控制 餐長的濃度跟深度 擴散沒有辦法 我們在加熱製程的時候 有介紹過 擴散的就是從濃的跑到淡 所以越表面的覺得是越濃的 越深的就是越淡 但是離子不值是直接 達到淡口裡面 它可以在比較深的地方濃 比較表面的地方淡 它就像大泡淡一樣 所以呢 它 深度是可以用離子的能量控制 濃度可以有什麼呢 離子數的電流池 或者是 時間 你在離子不值的時候 你的時間乘上你的離子數電流 兩個的成績就是離子的數量 所以這個呢 可以 離子的濃度 可以藉由離子數的電流池 跟不值的時間 把他們的成績來控制 深度可以利用離子不值的能量來控制 然後離子不值在進食的過程中呢 基本上 基板是不需要降落的 它是在細溫的過程中 離子不值打進去 所以 用什麼東西可以阻擋離子不值呢 用傳統的光速就可以阻擋離子不值 傳統的光速就可以阻擋離子不值 傳統的光速就可以阻擋離子不值 但是離子不值呢 本身是因為你高能量的離子 打到晶圓裡面去的時候呢 你的原子打到 不值的離子打到晶圓內部 你會跟晶圓內部的原子產生碰撞 最後停下來 所以這種產生非彩性碰撞 最後讓離子停下來的機制呢 離子所損失的能量呢 大部分會狀化成熱能 所以呢 離子不值的晶圓表面會發熱 那這時候為了能夠降低於晶圓的損傷 還會有個冷卻系統 將離子不值所產生的熱量給輸發掉 避免晶圓打越久 如果你離子不值得很高的 能夠比較大比較久 打比較久就會發熱 一發熱之後呢 光主在上面 光主只要受熱就很容易歸化 或是碳化 這對晶圓是不好的 避免高溫下光主產生光狀的結構 就不好清洗 光主的去除就會比較困難 甚至還會剝弱打蓋球就打焦標 所以跟傳統擴散相比 傳統的擴散是等向性製程 離子不只是非等向性的 它是有方向性的 你想打往哪個方向打就往哪個方向打 所以兩個相較比較起來 傳統擴散製程是高溫製程 因為是高溫就可以使用光主 來按一方擴散水 因為光主不耐高溫 光主不耐高溫 光主不耐高溫 光主是一堆碳氫化物 常列狀碳氫化物 你只要使用到高溫的話 它會灰化掉 變成多碳的粒子 灰化掉 然後呢 離子不只能是低溫 所以你可以用光主 就可以當作它的阻擋層 然後呢 擴散是等向性的輪廓 因為擴散是等向性製程 離子不只是非等向性製程 但擴散面會把獨立的控制 就是參考了離子跟前面深度 但是離子不只可以 它的能量跟深度可以控制 那傳統的作用基本上是使用乳光 所以一次可以很多片 那離子不只的話 基本上它是一片一片大 但是有的機械是怎樣呢 我可以一次放很多片進去 它就像滾輪一樣 離子不只的機械是什麼呢 我可以同時放很多片進去 放成一個圓弧度的形狀 按下旁邊有沒有 離子不只的機械呢 大概內部可以長這樣 離子不只呢它的原理是怎樣 它是一片晶圓 然後放進去 然後離子樹打過去 離子樹就是一個冰Size 離子樹打過去呢 它會這樣子掃過來 整個樹這樣子 掃過來 然後再掃過來 掃過來 掃過來 最後就是整片就會被均勻的探長 離子樹打到均勻的 那整片晶圓就會被探長到 那一般的晶台是怎樣呢 它可以同時放很多片 它可以同時放很多片 它就像是一個大轉盤 大轉盤上面有很多 就像什麼 紅豆米墊有沒有 紅豆米墊上面有很多凹槽 然後每一個都可以放一個晶圓 然後離子樹打進去的時候呢 離子樹就孤立大部分的位置 然後是這個轉盤一直轉 所以已經打之後呢 轉開一直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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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同時就一輪 這個位置的所有位置全部都爛 然後離子樹再換下一個位置 然後一掃的是整排 整排的轉 那有些還可以設計什麼呢 離子樹這邊的 這裡會風轉之外呢 裡面晶圓有的還會自轉 不一定 要看你怎麼設計你的離子負值怎麼大 看離子負值在掃 還是離子樹固定不動晶圓轉 只要看晶圓怎麼設計 基本上離子負值就是要將離子樹 最後搭滿整個表面 搭滿整個表面 只是這個表面你一次放一個晶圓進去 還是放一輪晶圓進去 就看晶圓怎麼設計 就看晶圓怎麼做 所以它可以是單片的 也可以是多片的 但是花的時間有差嗎 單片跟多片差別在於 多片跟單片製程差別在什麼呢 你打爛晶圓上所需要的時間是固定的 一片晶圓要掃多少次 這是固定的 越多片就越多 一次放很多片跟一次放很多片 差別在於 如果一次只有一片 你會多花什麼時間 晶圓拿進來 然後抽真空 打完 擴真空再拿出來 你多了這個 微合了 transfer的動作而已 這就會花時間 但一次放很多片進去 就會比較省時間 因為每一片晶圓上面 要離複子的總時間 是 是差的是一樣的 你就要多片跟少片沒有差 對不對 只是你優先把所有時間把它掃完 還是大家都先掃一輪 再掃第二輪 再掃第三輪 最後花的總時數就是單片時間 在成長一個倍數而已 可是一次放多片跟一次只放一片 差不多在晶圓在傳送的時候 你就會省掉這個時間 一次多片 你可以省這個晶圓傳送的時間 那離複子主要是 只要可以進行半導體的參長 那半導體的參長之外 還可以用作哪些種類呢 第一種 非晶太陽的詞 後面會提到 第二種 深埋成長不止呢 這個部分呢 比較少用到 應該說 各會比較少見到 那之後可以跟各位講 第三個是什麼呢 N型半導體的授卷材料 跟GAT是用N的 P的話是授卷音 跟GAT是用P的 所以看到離複子的應用 主要是什麼呢 用在授卷的參長的話 就可以參達成N型半導體 P型半導體 除了我們最常看到的 三組元素 五組元素 可以用來參達成N型半導體 多P型半導體 之外 還有一些比較常用的 包含什麼呢 非晶化 埋藏層 跟 多機器師哥阻擋層 這個比較少 這個通常比較少 鼻子不止最主要都用在哪裡 最主要是用在參長 而在參長的過程中呢 還會用到這個技術 這個跟這個呢 是兩個不同的功能 我們後面會來講到這兩個 我們先講埋藏層 埋藏層 埋藏層是什麼呢 來 埋藏層呢是這樣子 有一種晶圓 叫做SOI晶圓 SOI 就是SILITAN INSULEMENT 那 早期SIL的做法 有一種門派 是怎樣呢 一個吸晶圓 然後我打氧的粒子 不止打進去 打在一個固定的深度 然後這裡一樣更多 那這裡很多的氧 我把氧打到這個深度 然後呢 再經過一個加熱退火 它可能就會形成什麼呢 SIL 所以變成說這裡有一層 SILITAN INSULEMENT 然後MOD SPACE 在這上面 好處是什麼呢 原件的漏電流 就不會 被SILITAN INSULEMENT 就不會往 集板下面流 這裡是subtrain 就不會往集板下面流 因為我們之前講過 這個晶圓多厚 500M到700M 而電池機 其實是在哪裡 我們前面才介紹過 電池機還做到表面 不到1M 厚度的上面 可是整片晶圓有這麼大 而電池機只住在這上面而已 所以下面會有很多的雜訊的訊號 或者是你在超出電池機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漏電流出 什麼之類的 所以有時候的負負在下面 有一個 R-SILITAN INSULEMENT SILITAN INSULEMENT 它可以讓電競體的變特性 變好 無論是在雜訊的地方 或在漏電流的地方 或者是原件跟原件 直接要合掘 它不只是表面合掘 它連底部最好都合掘 就會有這個 這就叫買氧層 就是故意把氧打到這邊來 買氧層 這是告訴各位 為什麼它會有一個埋藏層 是為了這邊這樣的做法 好 接著我們來介紹一下 離子不止打到晶圓裡面去 最終總晶圓跟晶圓裡面的 晶圓原子碰撞損失能量 然後最後失去它的動能 最後停下來 留在晶圓內部 離子不止是 摻砸的離子 經由電漿製成 摻砸部的氣體分子 在經過電漿製成 變成離子之後 然後再進入電廠 把這些離子給抽出來 然後再經過特定磁場去篩選出 特定20米的離子 純化離子數之後 給它加速電廠 佈置到晶圓裡面 打到晶圓裡面之後 它會跟晶圓裡面的原子 產生碰撞 然後失去能量 最後停下來 最後停下來 所以它會遭受到什麼 晶格原子碰撞 產生組織的效果 最後停在晶圓裡面 而離子在晶圓裡面的碰撞 大致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叫做Nuclear Starring原子的組織 一種叫做Eletron Starring Starring就是體質 這英文叫做Eletron Starring 跟Nuclear Starring 有兩種機制 這兩種機制呢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我們知道怎樣呢 矽晶圓 加速我們 這裡是微粉 矽晶圓 矽晶圓裡面有什麼呢 有很多的矽原子 很多的矽原子 很多的矽原子 當然矽原子 周圍毀育總是有什麼呢 有電子嘛 每個矽原子四周走 總是有四個電子 每個矽晶圓裡面的矽原子 每個矽晶圓裡面的矽原子 形成空架線 代表它外層會有電子 然後呢 今天你有一個離子 要用射了 你今天有一個離子 假設是阿神的離子 阿神的離子 要打進來 這時候打進來呢 就可以分你的運氣好不好 在打現在的過程中 它可能怎樣 打的時候 剛好打到什麼呢 原子核跟原子核 或是細原子核跟細原子核的 直接的空隙 這樣打過去的時候呢 那這時候呢 因為它沒有碰到原子核 它碰到誰 它外層有一個電子 那這時候呢 就只要原子核的固能作用力 跟外屋的電子的固能作用力 來阻擋它而已 所以這種呢 這種它跟外面的電子 產生碰撞損失能量 最後停下來的這個機制 就稱之為引類充實大體 那還有一種是怎樣呢 我剛好撞到原子核 我們都知道原子的質量 全部幾乎 原子核的質量 絕大部分都集中在原子核 所以呢 碰撞到原子核 最容易產生角度很大的 飛台形空狀 就好像各位 如果以前有學過 近代我就有學過什麼 拉太果散射實驗有沒有 露色的阿浩帕裡頭 打到原子核會發現大角度的散射 可是會打到 撞到了原子核 因為 電子的質量很小 但是原子核的質量很大 所以撞到原子核呢 最容易損失能量 停下來 好 停下來 所以呢 這個呢 撞到原子核損失能量 停下來就稱之為 Nuclear Star 就叫做原子核組織 原子核組織 所以 露色的離子 打到 晶體內部之後呢 它要嘛就是撞到原子核 被原子核擋住 停下來 要嘛就是怎樣呢 沒有撞到原子核 那就撞到什麼呢 原子跟原子 周圍圍繞了 圍圍的電子 那電子就知道 電子質量又很小 有沒有 質量大的撞到質量小的 質量小的就被砍飛了 沒有 有沒有 質量大量都停不下 這就叫做 Internet Star 所以最後的Total Star 就是這兩種機制的總和 好 那這兩種機制呢 在內部會造成什麼樣的現象呢 像這樣子 如果今天露色的原子 露色的離子 沒有碰到原子核 那就是怎樣呢 先Internet Star 馬上就碰到原子 是密密麻麻的 經濟裡面是密密麻麻的 撞到原子之後呢 就會比較 產生比較大角度的散射 或是大角度的碰撞之後的 彈出去 然後會損失比較多的能量 碰到原子核 會損失比較多的能量 沒有碰到原子核 只碰到電子核的話 它水分能量比較少 所以呢 最後的碰到是隨機的 是Random的 它可能撞到原子核 可能撞到電子 有可能撞到原子核 可能撞到原子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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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連串銅核 我的露色的能量只要越大 我就會打得越深啊 因為我就需要更多次的空中 才停得下來 露色的能量越小 就會 越淺 那如果今天呢 如果今天你露色的B子 是高原子核 高原子核在發什麼呢 原子核越到原子核就大顆 這個原子核 這個原子核 原子核比較大 但露色的離子比較大顆 它就越容易怎樣呢 越容易撞到原子核 越去撞到原子核 越去撞到原子核 其實就大了 因為你露色的離子比較大顆 就比較容易撞到原子核 露色的離子如果很小顆 就不容易剛好撞到原子核 所以能量力跟高原子核的離子 就很容易產生 Nucleus核 那如果你是高露色能量 然後呢 低原子核的離子物質 低原子核在什麼呢 原子核越小就代表 自核原子 越小顆 越小顆的離子在進入的時候呢 就不容易碰撞到原子核 所以它主要是 Eletron Sturbing為主 Eletron Sturbing為主 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會看到 撞到原子核比較容易產生 什麼背向戰色 那一般都是直接向裡面 然後一直不斷的 其實就有一個像碰撞打進來 而又因為露色的離子很容易 最終總是會碰到原子核 因為原子核還是讓它損失能量的主義 原子核被碰撞了 如果被碰撞的力量越強 代表什麼呢 代表這顆細原子核 越容易怎樣呢 會撞離它的金格位置 而被撞離它的金格入了一隻 這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這就是一種缺陷 只要原子的核續不完美 就是缺陷 所以彼此不止打進去之後的 金格表面 基本上都是順暢的 都會順暢 因為被靈子轟的亂七八糟 然後就好像把 打他就好像馬斯投 去打排好的 什麼老皮球的皮疙瘩 我去撞你就歪掉 我去撞你就 我撞的能量越強,我的原子序越拉,我的原子序越到越容易撞壞 越容易撞壞你的金額 所以最多的衣服不值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有一個很重要的參數叫做投影射程 也就是我路射進去之後,我一個路射進去 然後撞來撞去撞來撞去,撞去撞去撞去去 最後撞的是什麼 我路射那個方向最後能夠走的直線區是多少 這個就稱之為投影射程 比如說拿奶酪 我路射是這個方向,我可能這樣子碰撞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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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撞下來 我最後撞的是什麼呢 這個方向,我布置的深度,直線深度到底是多深 這就叫做projection range 那projection range,會不會就是離子走的距離呢 不是啊,離子它可能進來,可能向下走,可能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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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它最後走的路徑可能很長 可是最後撞下來的直線深度,就不一樣了 這就要看你布置的能量,跟裡面原子的排列怎麼樣 所以呢,這種 打進去的深度呢,就稱之為projection range,投影射程 那當然,你的路射能量越高,你可以打的就越深 因為它會發生更多的碰撞,才可以停下來 那它就會往裡面碰撞的越多 那,這個投影射程碰撞會有個分布區域 因為它進去的碰撞是random的嘛 它是random的,所以第一次打進去的離子 跟第二次打進去的離子 它的發生碰撞會完全不一樣嗎 不見得啊,這是一種隨機過程 所以,這邊來看 所以離子不值 假設這裡就是晶圓表面 這裡就是17晶圓表面 我離子不值打進來,我有停堆的離子 要打進來 每一個打進來都是random的碰撞 每一個打進來都是random的碰撞 那最後你會發現到 大部分的離子會集中在某個區域 某個區域的離子濃度最高 可是它會全部都在這條線上嗎 每一坑它怎麼停在這裡 每一坑它怎麼停在這裡嗎 不會啊 有的發生的碰撞比較少 它可能就打得比較深一點 有的發生的碰撞比較多 它可能就停在比較淺的地方 所以最後呢,它是一個什麼呢 它是一個分布 它是一個分布 它會是一個呈現類似高斯分布的形狀 也就是說大量 大部分的離子物質它會投射在這個range 你知道嗎?這個range就稱之為火絕圈range 火絕圈range指的是最高濃度出現的位置 跟表面這個深度 最高濃度的地方 最高濃度的地方 然後呢 總之旁邊會有一個delta量 會有一個半高塊 就是濃度的半高塊 告訴你 說 我大概是不算在這裡 但是我的分布是怎樣呢 從這裡到這裡基本上都有一定的濃度 只是主要的目擊都在這個地方 這個位置 就稱之為火絕圈range 然後旁邊還會有 部分的環境 舉個例 比如說 我把我們台灣半導體營救中心的數據拿出來給大家看見 好 離子複製 好 你看 如果今天我打的晶圓 我打的目標目是矽晶圓 我打進去的離子是boro 洗整 好 這一個就是我離子複製的能量 離子複製打進去之後 它會告訴你什麼呢 第一個火絕圈range 就是最多種附落在一個深度的地方叫火絕圈range 然後呢 它會告訴你 因為打進去之後 它是呈現一個分布的 這個分布會有什麼呢 會有什麼 會有縱向的 跟橫向的 好 所以你們看到它會有什麼呢 rong-cubital-strangling-range 跟lateral-strangling-range 就是它會附落在多少深度到多少深度之間 舉個例 boro boro 10kb 火絕圈range 多少 374 但這374 當中呢 它的有個均能量就是 縱向的 縱向的範圍 是 203N 換一支 我的濃度 我的主要的深度是在374 來 代表什麼呢 我往這邊搭 boro 10kb 我的projection range 是多少 剛剛說是 374N 代表我的濃度最高的地方 落在距離表面深度374的地方 然後呢 這個縱向的部分 就是Long-2N 的range Long-2N 這個Delta量是多少呢 他剛剛講說 這個Delta量是 203N 代表什麼呢 374 就是往旁邊253N 往下的 都有 一定 一定量的 離子在那裡 因為他是 這樣子分布的 所以呢 在這個range內 在projection range 正負 Long-2N 的 struggling range 都有大量的 離子在那裡 只是主要深度 是在projection range 這邊 他不只是有這個 這個地方 因為打進去 就是一坨打進去了 他的龍部分 不只是重向 還有很下的地方 很下的地方也會有 也就是什麼呢 如果我今天的光柱在這邊 我離子不只 雖然是這個高向打進來 但他總是會碰撞 在碰撞的過程中 也有可能是往旁邊嘛 所以打進來之後呢 我只有在這個區域 有 摻雜的 鼻子嗎 不是喔 他基本上是有一個分布的喔 所以這個 多出來的這個delta量 多出來的這個delta量 就是lateral struggling的range 它不是因為擴散 它是因為ridden碰撞 所造成或多或少 我明明是直直的打下去 我直直打下去 你可以確保他 過往左邊碰撞嗎 你沒辦法控制嘛 因為這個碰撞是隨機的 所以他 雖然是直直打下去 但他還是有可能怎樣呢 隨機碰撞 使得讓他往左邊撞了 隨機往右邊撞了 所以總是會有個很像的range 雖然只想要往這個地方打 只想要在這個底面有 只想要在這個底面有 只想要在這個底面有一直呼吸 但實際上不可惜 他側邊還是會有一定的量 那這個就稱之為 lateral的struggling range 好 所以 讓大家了解了嗎 所以你一直不止在使用上 我們care的是什麼 我們最主要care的是 能量跟深度的關係 但是你要有的觀念是什麼 我主要打流率就現在在這裡 但不要忘了 它還是會像中向跟橫向 都還是會有固定的散步寬度 這個散步寬度的來源 就來自於Random碰撞所造成的 你無法確保第一顆第一百顆 第一千顆離子打進去 所有每顆的離子 所碰撞到的環境都一模一樣 沒有 甚至你可以想 我第一百顆打進去的時候 我已經把你的鏡子都拉完了 我第一千顆打進去的時候 那看到的環境 會跟第一百顆打進去 看到環境一樣嗎 不一樣 我前面我第一顆離子不打進去的時候 我細菌還是非常規則的原子 排列 因為還沒有經過破壞 我第一顆打進去的時候 我看到的鏡子環境是完美 可是我第一百顆打進去的時候 前面已經有九十九顆打進去的離子物質 它可能已經打亂了九十九顆的細菸子 我第一百顆看到的環境 裡面第一顆不一樣了 那我發生了Random的行為可能不一樣 我第一萬顆離子打進去 洗清源的表面的時候 前面已經接受過了九千九百九十九顆離子風擊了 那熱搜的亂度又會跟後面的不一樣 對吧 所以這種控狀是Random的 是Random的 那根據實驗期可不可以告訴你 它的分部長什麼樣 它的分部長什麼樣子 所以能量越高 Protation Rate就會越長 但是能量越高 它可以跑得深度越深 基本上它的 剛剛講過的 能量越高 不止Protation Rate就會越大 連Random的Trading跟Random的TradingRange也會變大 越能量越高 你就越來越長度它了 它向旁邊側向 工廠的機率跟能量就越高了 所以它可以走得側向胖度跟中間深度 當然也會跟著變大 跟著變大 所以能量越高 不止是火雀Trading會變大 Random的Trading跟Random的TradingRange也都會變大 只是變化的幅度不同而已 那再來 較小的離子可以打比較深 因為較小的離子 它發生了Nuclea的動作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它可以打比較深 所以你可以看 同樣說是Trading 比如說這個是Boro Boro只有C價而已 10KD的Protation Rate也是374 那如果是0呢 Fersparance 原子序比Boro還要大 同樣是KD 它只有620 同樣是KD 但它的原子序比Boro還要大 所以它的深度比較淺 如果再往下 如果是阿盛林呢 哇 深的原子序更大 10KD只剩下120 所以你使用原子序越大的元素 它等於是離子就越大隔 越大隔 它就越容易發生碰撞 越容易發生碰撞 它就越容易損失能量就會停下來 所以在普通不勝能量的條件之下 它就越容易停下來 所以它的深度就會越淺 就會越淺 所以如果你要把離子不止呢 打得要很淺 一個就是把能量逃避 但是能量在逃避都會有個機台的極限 那你只要用另外一個討法是什麼呢 想辦法把打進去的元素的質量指導 或是原子序指導 那再往它就容易被打下來 它就容易造成比較淺的離子不止 現在的紀錄片都知道 其實都是希望不止的越淺越好 越淺越好 好 那今天講一個離子不止 有一個固然有效 叫做通道效能 channeling effect channeling effect 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入社的 機板 入社的半導體材料 基本上都是單晶材料 大部分都是單晶材料 以及電路製造技術 所使用基本都是單晶材料 單晶材料的優點是什麼呢 原子排得非常規律 但原子的非常規律 就會有個缺點是什麼呢 中間原子跟原子之間的孔洞 也非常規律 就好像我們現在的教室 位置都排得好好的 可是就會有走道有沒有 這個走道也很止 如果說我離子不止打進來的時候 我讓我剛好撞到原子了 讓我撞到電子 可是哇 萬一我剛好撞到的地方是 整條附近都沒有原子 那我就幾乎沒有發生 紐顆粒的starting了嗎 我從這裡進去的話 我基本上只會受到要點重starting 我都不會撞到原子可 如果你入社的角度 剛好符合原子之間的孔洞 而且剛好是很規則的排列 哇這顆離子你就擋不住它了 就好像最近大王 你有沒有 山油之間 漏洞漏掉了 窮補過去了 沒有人去擋它 它就是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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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了 那這個地方呢 你就很難去預估 它的勝度會到哪裡 這個通道效率 對我們來感受不好的 因為我們希望是 我們可以控制 但是參達的原子 我們希望它停在我想它停的地方 可是這種通道效率 你就沒有把它控制 它停在你想它停的地方 所以通道效率全容也會是不好的 對我們其用的支度在講是不好的 它是一種拉提的Ion 多拉提呢 一路上都沒有連結狀況 非常順遂 因為你的原子是個 規則排列 原子規則排列的基體 那既然是規則排列 那就有可能出現怎麼樣呢 某條路徑上面 完全沒有原子檔在那邊 如果你離子不直的 離子剛好 進入到這個完全 沒有原子出現的地方 就好像海鮮網裡面的無縫彈一樣 什麼都沒有 咻 就打進去 哇 就會大了很深 這不不好 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怎麼辦呢 為了解決通道效率 基本上離子不直都會盡量的怎樣呢 偏一個角度去拿它 偏一個角度 就變成它不論怎麼跑 只要是偏一個角度 不管它怎麼跑 總是會碰撞到 細原子 那這個角度呢 根據實驗的結果 七度角 會有最好的效果 七度角會有最好的效果 所以一般離子不直送去大的時候呢 通常都會斜個七度角進入去 為了減少通道效率 但是如果轉七度角 又會轉成一個新的缺點 如果你的離子不直呢 有斜個七度角 有斜個七度角 它可以降一個通道效率 通道效率就是怎樣呢 我離子不大就有火絕線Range 那我會運呼有一個什麼呢 有個高斯分部 有個高斯分部 會有個龍 聽聽的龍 所以一定Range 但是如果你有通道效率 代表什麼呢 會有少量的離子呢 直接當到很深的地方 使得在深度很深的地方 你還是可以看到 有數量蠻多的變質 這就是通道效率 我們不想要這個通道效率 我們想要幫它停下來 所以就會轉七度角 而這個七度角就會造成什麼呢 這個七度角就會造成 會有薛焦力配 陰影效應 比如說我離子不直 我光主擋過的地方 不想要被參加 光主沒有擋過的地方 需要全部參加 可是因為我今天為了避免多到效應 我斜了七度角 斜了七度角 斜了七度角會擋著什麼呢 我這個角度打進去了 剛好打到光主 擋下 所以變成怎樣呢 這樣照下來 會有一個範圍內 是打不到離子不直 因為你轉的角度了嘛 原本要直的 一轉 一轉之後呢 就會被光主遮住 使得這人放就等 就像太陽光有沒有 它如果直射的時候 直到真步的時候 你就沒有離子了 你只要一直正下吧 可是只要過了中午 太陽一斜 你就會產生離子 好 所謂離子就是怎樣 光明照到的地方就是離子 離子不直也是 離子不直沒有打到的地方 就像是太陽光明照到的地方 會有一個陰影區 這個陰影區呢 就沒有被離子不直到 你必須要怎樣才可以離子這個 沒被打到的地方了 你要嘛就是用熱退火 給它擴散 還有一個最常做的是什麼呢 我雖然轉角度了 我用斜角度打 但是 我可以讓它 這個角度 然後再反覆輕度打回來 就是 我可能要打 115次方 可是我可以其中的514這樣打 另外的514這樣打 這樣中間還是115 可是這陰影區就會變成至少還有114 至少還有114 至少還有114 或者是怎樣呢 我離子不直雖然有機能的角度打 但是在打的過程中呢 我輕緣給它旋轉 我們剛剛才介紹過嘛 離子不直的機台 輕緣也可以 也可以自轉 我可以在離子不直打它的時候呢 輕緣旋轉 那變成我雖然是好像是輕度角 但我這個輕緣會轉 機能在轉的過程中呢 只要轉過來 欸 震就會被打到 所以現在的輕引電腦製造技術 連打離子不直 你是斜輕度角大 你這個角度你是旋轉的大 還是只是兩個角度方向的大 還是四個角度方向的大 所以和比方各道的電腦性是不一樣 這跟遠見物有關 因為不同的打法 這裡的濃度會不一樣 你用旋轉的角度 分兩次的角度 還是分四次的 結果都不一樣 都會造成這個濃度不同 會對電競體的MOSFET 如果這邊是SOFT DRAIN的話 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可以透過晶圓角度 晶圓轉動 來解決這個離子效應 所以你會看到 一般如果你用輕度角打進來 它就在前面比較不容易發射全龍靈背 但是有沒有各種人在後續還是發射全龍靈背 還是有可能嗎 因為我碰撞是個隨機過程 我還是有很小的 很小的機率怎樣 我剛好碰撞到 散射出來的角度 而這個角度 一路上發射通道效應 還是有機會發生的 只是這個數量會很低 所以一般我們來看 這個參大零路途 它是可以在前面 是一個高姿方泉 而它比較深的地方 再會掉下來 而什麼時候又起來呢 還存在於一個第二行的地方 就是因為發生了通道效應 所以通道效應呢 我們只能盡量壓到最低 就是斜背角度 但斜背角度還是很難避免 它的碰撞碰撞碰撞到後面呢 沒有發生通道效應 這還是很難的 因為這是個機率嘛 所以呢 又開發了另外一種 開運動技術可以防止通道效應 這就是我們前面 前面有介紹的 那個 離子不值的一個做法 叫做 日飛驚化 什麼叫日飛驚化呢 我故意 我們先講過 之所以會發生通道效應 就是因為什麼 被入射的材料排得太好了嘛 你就是因為排得太好了 排得太完美了 就造成怎樣呢 它一定可以找到某個角度 是完全不會發生通道 對不對 如果今天我要入射的這個材料 我表面 我故意把它全部打爛掉 全部打爛掉 它就會全部變成飛驚化了 那這樣的話還會存在 有一個特定的 聽到嗎 特定沒有原子的通道就是存在的 這種故意將排列很好的單機 故意把它打成 飛驚而某個狀態 這個過程叫做飛驚化 那飛驚化會用什麼材料呢 通常會使用相同種類的元素 比如說矽晶圓 我就用矽去打它 把它打爛 或者是用更大根的元素 比如說褶 因為褶比矽的原子序還要大 那比較大根 不容易發生 容易發生就可能是大根 就很容易這樣呢 把它撞壞掉 直接撞到原子庫 然後把原子庫撞歪 那這整個就變成飛驚化 飛驚化之後 在你擺擋冷凍 就很容易停在比較前的地方 不容易發生通道效應 所以離子庫植呢 基本上離子庫植 在現在的六代技術 都是用在參雜 只是在參雜的過程中 都慢慢朝向 希望參雜的越淺 在受罪 希望參雜的越淺越好 而要如果讓它變淺 就不要發生通道效應呢 很習慣在表面 先打一層 是一個能夠九零年的離子庫植 先把表面塞掉 乾爛掉 飛驚化 那這樣的話 我連轉氣的表面 都不用轉啦 我就不需要欺負腳了嘛 因為我表面已經亂掉了嘛 我已經讓情緣表面亂掉了 我各不需要欺負腳 我就直接拿進來 因為我已經變成Random了 我原子太選經 Random化了 好 這樣做 好 你這邊休息一下 這是離子固執 很重要的一些基礎觀念